今天我们要带您关心的就是华为现在被卷入了中美贸易战当中 那么华为的相关的一些供应链呢 当然也都连带都会受到了影响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台湾厂商当中非常多都是靠华为吃饭 那这些厂商它的比重有多少呢 如果你有投资股票的话你可能要小心一下 好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华为的红色供应链 台厂非常危险 好 我们来看核心供应链呢 其实在全世界大约有92家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来看个别分配在哪些地方 这些核心供应链呢 光是在中国本土22家 那当然没问题 这个22家当然就是要全力支援华为了 另外我们要带您看到了在美国有33家 现在这33家 你去观察在美股当中有挂牌的公司 几乎都已经跌歪掉了 因为美国的禁令不准卖东西给华为 那这个川普当然这是两面刃 我要弄死华为 但我顺道弄到自家人 但现在呢他已经不管了 那这33家呢 很多有挂牌的一个股市 现在都在跌 另外我们就带您看在台湾 台湾呢总共有10家 是华为的核心供应链 那么在全世界当中 我们算是地区来讲 我们是第四大的 所以呢这个影响当然会蛮严重的了 那我们今天又继续看到了 在Google部分呢 现在也不跟华为未来的新手机合作了 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华为他在2018年的财报 到底他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销售益 或是他的营收比重在哪里 我们来看消费性的业务 其实呢大部分指的就是手机 那手机呢大约占了华为所有营收45% 另外还有一些包括像是运营商的业务 那么运营商的业务当然也占了一些比重了 但手机的部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就带您来看到现在呢 如果他的手机业务也会受到影响的话 那他的一些供应链的厂商 当然又是首当其冲了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台湾 我们刚刚看10家非常重要的一些 它的供应链了 大力光 我们来看大力光 它是它高阶镜头的供应商 那么在大力光的部分呢 我们看华为的营收比重 大约有15%到20%左右 这么多的营收是由华为供给它的 所以呢其实在高阶镜头的部分 这个大力光其实比重算高 台积电大概有一成 联发科有3% 那其他的呢还比较高的 我们要带您看像经济 10英元件的部分 这大概也有一成五到两成是来自华为 所以呢其实这台湾的10家的一些 这个厂商跟华为的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美国禁令的冲击 所以要提醒大家 你投资的话稍微避开小心为上 那么其实呢也不止华为被卷进去 现在连影剧圈也受到影响 哪些影响呢 你快来看 我错了 再也不犯这样的错 我再也不会了 感人亲子互动令观众引紧期盼 中国最新电视剧19号上档日却莫名遭到车换 原来是犯了这个错误 我呢送他上美国来上学 带着爸爸去留学 偏偏地点就在美国 不巧中美贸易战打得面红耳赤 管他内容是不是真的亲美 北京自然 不会放过 中国网民一片哀嚎 期待依旧如今只能再等等 留美生活题材遭全面封杀 抗美神剧向观众同步轰炸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随即侵入台湾海峡 从华为被开闸的5月16号起 中国央视晚间8点热门时段 全部被换成抗美援朝红色经典影片 就连美国影集也疑似受前连 热播8年的冰雨火之后 原本在20号迎来大结局 中国独播的腾讯却临时宣布 因为传输问题无法如期上线 但让粉丝更气的是 腾讯每剧微博竟然在聚集结束后 还po文大爆雷 而不只官方反美不遗余力 民间企业也来响应 有江苏车辆检测站 要求员工抵制美货 包括速食店 手机 日程用品 通通入列 为者一律开除 会参加抵制美货 听到抵制美货 民众打得痛快 但包括中国在内 全球科技无不依赖美国 北京想靠近美令下唬华府 恐怕先让自己吃尽苦头 反正新闻 向东伟报道